作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麥師傅 大家都叫我是麥師傅 Stephen 今天為大家介紹五道菜 現在開始介紹第三道菜 是麒麟精星班 材料有甚麼呢 有冬星斑 當然你不說我沒找到冬星斑 那怎樣呢 其他魚也可以 桂花魚 或者是一些你自己喜歡的魚也可以 有些菜心還是半點而已 這個是西班牙火腿 切到一塊塊 冬菇片 冬菇是要浸水炆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了一條魚 很簡單 這條魚就有個旗 斜斜地 其實可以叫海鮮蛋幫你做的 這件事 另外一個起肉他會幫你做的 好了 那你就會整塊這個出來了 待會我們再處理這個 這樣就起肉 在尾部 不要去到尾部 留下少許可以用來擺盤的 在這裡順著切下去 先割刀位 切了下去就揭開少許肉 沿著骨頭 拖下去 這樣你就會起一塊肉出來 這裡整塊肉就可以起了出來 這裡有個腩位 有些骨在這裡 我們斜斜地 割了出來 這個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吃的 看看魚夠大小 我覺得可以開二 開二 然後斜斜地割一塊塊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塊皮的 如果太厚 你又不想切斷 就開一開它 開一開它 這樣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冬星我們就切好了一塊塊 我們需要 炸彈少許醃 少許鹽 少許鹽 少許糖 這個是澳洲的原糖 是黃色的 魚 通常我們會放少許的 胡椒粉 放少許的蛋白 可能是半隻 半隻 令它滑一點 放少許的生粉 拌勻 可以加少許麻油 少許 拌勻 拌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拌勻 這個麒麟魚 頭和骨 是不需要醃的 就這樣蒸 魚 我們做到這樣 頭 比較容易 放在這裡 有頭 有尾 這個尾 放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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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一下 放一片西白牙火腿 一片冬菇 也是薄薄的 煤花間粥 然後再放一片 魚 又放一片西白牙火腿 超舊 放一片冬菇 也是 如此類推 一邊砌 砌好 關鍵不要太大 輕輕搭著 就鬆一點 動作 否則就蒸不熟 我們廚房的蒸櫃 放在8分鐘內 如果你在家中10分鐘就完成了 現在放在8分鐘內蒸 好,魚開始熟了,8分鐘剛剛夠了 現在打開,拿出來 熟了,最後加上芡片就可以了 剛才有些青菜 我們要煮熟 把它煮熟 放下去就可以了,放少許鹽糖 輕輕地熟熟,這樣就可以了 倒起來 一條一條,放在旁邊 放一點點,沒什麼特別的 你喜歡菜心也可以 小糖菜也可以 或者你喜歡的菜也可以 剛才已經有些雞湯在這裡 我們自己的雞湯當然是自己熬 如果萬一你們沒有的話 那怎麼辦呢 去超級市場買那些 現成的一口盒那些就可以了 我們要放薄薄的玻璃蜆 我會放少許越南魚露 代替鹽 放少許糖 也會 魚,通常我們都放一點胡椒粉 煮回去 放少許生粉水 抓去一點 把蜆子打進去 巴薄薄的 加少許麻油 OK,就可以了 然後蜆的溫度是大概這樣 不要太溫度,像章狐一樣 不行,太稀,又不能掛在魚上 它到處都淋上去 還會有一點澱澱 以及有一點味度 增加它的鮮味 魚尾也加少許 所有的蔬菜都加少許 讓它變得亮 這個菜已經完成了 這個麒麟精星斑 逞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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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ederal 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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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by &arı idleze 了啦啦啦 són嘛或隊啊 他媽咐大布 becomes發�會成功的 dug splend Eink方記最終更高保證的 余管席組屈有5型軟調動物 我看到底東西 etwas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